回家才想起来 我不会打领带 想让你教教我 我也不会打领带 你不是女生吗 谁跟你说女生都会打领带的呀 那怎么会 我也不会 等一下 给你查查 来 Deshalb 领带给我 起来 先生 您好 您的咖啡都好了 谢谢 一共多少 四百 刷开吧 先稍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不 就用红领星的方法吧 我再试试啊 怎么那么难了 怎么回事 这个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有 我又不是上了年纪的大叔 整天穿西装打领带 要回这干嘛 连领带都不会记得人 敢称自己为男人吗 那 我们要上课了 那 那个 我们要上课了 我走了 嗯 上课了 你帮我上次给您的资料拿出来给我看 你帮我上次给您的资料拿出来给我看 何阳 老大 有什么吩咐 坐 坐 上次你说的那个生日会 是哪一天啊 下周一啊 老大 你该不会是要来参加吧 可是我上次不是记得你说你不来吗 这一次 怎么 该不会是为了我一个小小的生日会 你就推掉了所有重要的事情吧 老大 你真的是太好了 叫贝尔多莱夫 那可是肯定的 一定的 老大 你不用特地叮嘱我 到时候你们一起来就行 嗯 我知道了 你是要让我邀请她是吧 没问题 你呀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我 我没她电话换碗 那我去打电话了 等一下 那你别不说 那我下来了 我去打电话 那我去打电话 我去打电话 不说我上了 我去打电话 这儿 不说我去打电话 这儿 下周一是我过生日 我想请大家吃个饭 你有没有时间呀 下周一啊 那个 我 就 就是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你来啊 你一定要来 这是一个让大家增进感情的机会 很温馨的 谢谢你们 那你们老板 我们老大特别的亲切啊 他还推掉了重要的事情 来参加 你就来吧 大家一起玩 增进感情多好呀 这样啊 那行吧 那就这么定了啊 那个地点我到时候再给你发短信啊 好 谢谢啊 他怎么会说这么冠冕唐贵的话呀 什么事啊 给夜书约工作室的何阳 下个星期一开生日派对 让我去 在哪里啊 啊 来了 在 悠堂KTV 乐天同学 好 你很好奇嘛 是吧 好 没有 这局 超三倍哦 这个 你还挺适合做仆人的嘛 你要让主人一直站在门口吗 二牛 主人 是让我为你送上美好的祝福 看一看菜单吧 你这都不给主人介绍的吗 主人是喜欢喝甜的呢还是苦的呢 如果甜的呢我就给你推荐 特色草莓牛奶咖啡 如果喜欢苦的呢 这边也有一盛浓缩咖啡 和外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都是咖啡 那就来这个什么魔法马其朵吧 行 请稍等 欣姐 一定魔法马其朵 好 拿什么花 随便吧 那就伊丽莎摆好了 嗯